作为电影界有名的动作演员演戏无可挑剔,但这位行业名气象当当的大哥私生活却比较复杂。 而成龙和吴启丽的婚外恋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,两人更是在多年之后因为小龙女的抚养问题而闹得满城风雨。 而成龙之前也曾说过,自己不会对吴启丽母女给予帮助,因为她如今有现任妻子,她会保全现任妻子的脸面,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私生女有什么关系,吴启丽去年一次性付清1500万港币,买的一套大房子不会是成龙的钱, 能有足够的钱买下来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呢?原来吴启丽买房子不是成龙的钱,而是妈妈的遗产, 吴妈妈之前是做生意的,特别有钱,当年的吴启丽刚生亚女儿就转身投胖了母亲,一家人都有母亲来抚养, 由于妈妈很早也离婚了,所以吴启丽完全是靠母亲养大的,但是有这样一个能挣钱的母亲, 吴启丽从小没有受过什么委屈,甚至过着公主般的生活,她因不喜欢就要辗转多个国家去学习, 也是相当霸气,简直是活脱脱的富二代享受,不过就在2015年的时候,母亲离世,吴启丽也非常伤心, 还在网上发布自己与母亲当年的核诈,不过自从母亲去世后, 出手扩着的吴启丽很快就将钱挥霍完了,之后生活不如意,工作也不顺利, 只能借酒消愁,母女矛盾再一次加剧,所以女儿仍受不了直接爆辣井, 不过也不怪别人,谁让吴启丽不同的事,